很多人对上海生活的印象可能就是住在原来的法租界那一块 然后到处都是老洋房啊 非常小资有各种街边的咖啡店 但其实呢上海的梧桐区也就那么大一块 并不是说每一个住在上海的人都是在过这样的生活的 当然这不影响我们去梧桐区感受一下这种非常小资的生活 那前段时间呢也是火了一部户雨电影 就是爱情神话 爱情神话的很多取景地呢 就是在我们所谓的上海的梧桐区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爱情神话的取景地打个卡 咱们一起喝喝咖啡走起 那既然要去法租界啊 就让我联想到了现在很流行的法式穿搭 那大家看我身上就知道了 比如说牛仔的元素啊 还有我身上的这个小红帽小红鞋 当然我今天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时尚单品 那就是我身边的这一台雪铁龙凡尔赛C5X 看到这一台东风雪铁龙凡尔赛啊 就让我不得不凡尔赛一把 因为早在六年前啊 我们就曾经开着一台中国牌照的雪铁龙C3XR 从满洲里出境 然后横穿了整个欧亚大陆 抵达了巴黎啊 那当时我们开着这台车 抵达巴黎的凯旋门下面的时候 还有好多法国人纷纷掏出手机 来拍摄我们这一台中国牌照的雪铁龙车型 我说完这一段 是不是有被我凡尔赛到 那今天的这一台凡尔赛C5X啊 可以说代表了东风雪铁龙最新的旗舰 而且呢 它也是法系品牌前卫创新设计的一个传承 第一眼看到这一台凡尔赛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很难去定义 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车型 其实呢 那它是一台跨界车型 但是它长得和市面上 大部分的车都不太一样 这也是它在设计上的一个最大特点 那就是与众不同 天马星空 这台车上呢 用到了很多的线条切割和流动的形面 来凸显它独特的一个气质啊 但是我觉得要欣赏这台车 最佳的角度呢 就是在侧面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是不是又有一点像列装车 又有一点像旅行车 所以呢 这就是它被称为跨界车的原因啊 反正你甭管它跨的是什么界 它只要独一无二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几个细节 比如说这个后车窗这里 有一个流光镂空的丝印啊 以及呢 从侧面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它有一个双尾翼的设计啊 这两年法式穿搭可以说非常的火啊 然后讲到法式穿搭的时候 我们去形容它总有一个词叫做 Everless Trick 也就是说不费力的时髦 这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开的这一台凡尔赛 其实它讲的也是不定义自有型啊 不用管潮流怎么变化 我自有自成一派的时尚 OK那接下来我们就上车看看吧 那这台凡尔赛C5X 它的一个内饰设计呢 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细节可以来品味的 大家可以跟随我的视角 一起来看一下仪表台上方这一块区域啊 你看这里用到了一些立体浮标的那种 特别多的老花图案 那大家都知道 法国除了车之外 做的最好的是什么 奢侈品的一些皮包是不是 我自己觉得这一块区域啊 就特别像是奢侈品包包上 用到的那种皮料的感觉 再来看一下这台车的一个座椅啊 这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部分 你看很少有皮座椅中间 还镶嵌了一块布料的 这会让这个座椅显得设计感更足 然后座椅上方的这一条缝线 包括门板上的这一条缝线 都是和雪铁龙的标志来呼应的 这个座椅啊 它叫CAC领先舒适座椅 它用到很多高密度的一些材料的填充 然后做了很多舒适化的一个处理 而且这个座椅呢 还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功能 科技感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车上呢 一共有三块大屏啊 是我眼前的这个液晶仪表 包括这一个12英寸的中控屏 还有呢 我前面有一块同级少见的 EHUD彩色的抬头显示 那当然它也支持的是语音交互 我们现在就先来设个导航 你好小雪 导航到新乐路 好的 惠宁导航到新乐路 它这个电子排档啊 也是非常有科技感 而且设计呢 非常的小巧精致 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车马讲求科技配置 对吧 但我始终觉得呢 有一些科技配置 如果说太过于超前 现在 不符合线下的一个使用场景的话 反而呢 就会显得比较鸡肋一点 也会让开车的人 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觉得 科技啊 就应该以人为本 符合现在的一个使用习惯 才是最好的 那这台车的科技配置的 我就觉得还蛮符合 我说的这个以人为本 这样一个设计理念的 比如说它的12英寸的中控屏 它可以设置多个自定义的桌面 然后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 来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 这台车的动力配置呢 是1.6T加上8AT 动力可以说是非常够用了 但是我觉得相比于动力啊 当你开到这台车的时候 你首先第一个感觉是 它非常的好开 转向很轻柔 然后它的转弯半径呢 也很小 那大家要知道 反而善呢 它是一台中型车 车长的超过了4米8 像今天我们要去到 上海的市中心嘛 那些路都很窄 那转弯半径小了之后呢 这台车也会开起来 非常的灵动 而且这台车 它的悬架呢 是软硬可调的 这在15万级别的车型里面 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个配置 那它还有三种驾驶模式可以选择 有标准 然后运动和节能 但是我觉得呢 它整体上还是偏舒适的 哪怕是在运动模式下面 也不会是帮帮硬的那一种 那像现在 我是用这个标准模式再开啊 那像在过减速带啊 过一些购物坎坎时候 它的绿震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不错 那说到科技呢 就不得不提到 这台车上也是搭载了 C-Pilot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它呢也是包含了 有全速的自适应巡航 以及主动刹车这些配置 这台车呢 用到的是Hi-Fi环绕声系统啊 音响效果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来放个歌试试吧 你好小雪 播放音乐 你看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全彩的HUD屏呢 就发挥了它最大的功能了 因为呢在上海的老城区开车 你既要注意路况 然后又要注意这个导航信息 两条马路之间它间隔很近 很容易就错过了 错过了之后呢 又会遇到很多单行道 那有了这个HUD抬头显示了之后 我就可以兼顾一下路况和导航 这样呢就不会走错路了 好了我已经到第一个目的地了 先把车停下这边有路边的停车位 还是蛮方便的 也有倒车影像 所以能看到这个路边的情况 我们现在到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电影里面 老白的儿子他开店的那个地方 那我们就先去吃杯咖啡 走 你看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就是《爱情神话》这部电影里面 老白的儿子白哥 他工作的这个咖啡馆 然后店里面有个场景 就是老白隔着这个吧台 跟他儿子聊天的那个画面 所以现在这个场景 就是完全的还原的 电影里面取景的这些地方都很近啊 步行就可以到达 现在我身后的这家店 就是我们要来打卡的第二个地方了 这就是老白他们经常来喝咖啡 然后喝酒的地方 然后有一个场景呢 是老白带的马伊丽的女儿 就是Maya她放学 来这里还做功课来着 其实在这一片区域 像这样的街边的酒吧呀 咖啡馆真的是到处都是 三步五步就有一家 那我们接下去再去找下一个目的地吧 第三个地方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家店 你看它现在都在卖水果 难道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果店吗 不不不 我们到马路对面去看一下 你就知道了 现在这样一看 是不是就比较明确了 这就是电影开始的时候 许臻不是为了邀请马伊 到家里来吃饭 然后准备了很多红酒什么的 她买的红酒 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家杂货铺里面买的 那个场景呢 是电影搭出来的 那其实它现实生活当中 真身就是一家水果店 除了步行之外呢 像我这样子骑一个自行车在老城区里面 走一走 逛一逛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然后我现在就到最后一个要打卡的目的地了 这里是五元路 252 楼 至于这是电影里的哪一个场景呢 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我身后的这边墙 是不是看起来又有点眼熟 但是又有点陌生呢 不要急啊 等我来模仿一个电影里面的场景 给大家看一下 我做的是比较山寨的 其实我模仿的就是 徐珍和马依丽晚上约会了之后 然后马依丽早上不是匆匆忙去上班吗 她那双著名的Jimmy True的高跟鞋 就是在这个墙角下面断掉的 电影呢是把我身后的这一面蓝墙刷成了绿器 那其实它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 这里是在五元路 252 楼的4号 从老白家这里穿过马路 对面这个花店呢就是他来休闲的地方 就是小鞋匠的店铺就开在这里 其实你看上海的梧桐区啊特别的有意思 三步五步呢就有一个很洋气的咖啡店 但是同时你又在这里能感受到很多的生活气息 有很多大饼油条的摊头也有 可以说它这是一个非常自成一派的地方 你没有办法用一种固定的风格来形容它 可以非常洋气但也可以非常的接地气 就像我们今天开的这一台雪铁龙凡尔赛 它的一个设计理念一样叫不定义自由性 因为时尚时髦当下的总是在瞬息万别 但是风格才是永恒的嘛 好了我们今天开着凡尔赛 过凡尔赛的一天呢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